今天说的事情呢 可能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这是我这几天在美国的遭遇 负面到什么情况 就是我没有一件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的状态 希望不是那种像之前一样非常憔悴 毕竟这么多天坚持过来了 坚强了很多 前期日子呢去了圣地亚哥休息两天 可是呢休息的越来越累 然后避开了山火 我就说山火不是说已经灭了 现在还在着 还在烧着 然后今天跟朋友去吃饭 他说他妈妈住在山上 然后他可能要去赶紧去看看 他妈妈那边怎么样 因为他们那边被驱散 就是evacuated 这么讲嘛 然后这两天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我感觉好像忽然间很多糟糕的事情 发生在了一起 而且今天最为严重 就是我刚才还在直播的时候 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 然后忽然间发生了地震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震中 那个震中呢 正好就是洛杉矶 大约是一个不到五级的一个地震 但是我这边震感非常强烈 我刚才直播一直播 我看我的水就在那边 晃晃晃晃晃的 然后我觉得然后就感觉好像是你附近整个房子开了一辆火车一样 那火车那震动感整个房子在震 然后震的是越来越厉害 我说然后 我在这边直播 我一回头看那边 就感觉那边的窗户还在抖 然后觉得我好恐怖 我立马那个时候就拿起手机 我说是不是有地震 马上看朋友圈 朋友圈全都是说地震地震的 好可怕 然后 然后我房东家的孩子呢 在那边睡觉 马上给我发微信 因为他现在一个人睡觉比较 晚上比较害怕 但是给我发信息说 是不是地震了 他说我感觉他床都要塌了 真的是震感非常强烈 因为我看到震中 其实离我住的地方就很近 我其实就在地震带上 那我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次就说 震感这么强烈的 平时也许在地震的时候 我在开车呀 或者说我在已经睡着了 但这是第一次 我在美国经历过这种地震的时候 我还是如此的清醒 而且还在做直播 很多网友朋友们 可能也看到了 我当时的一个被吓到的场面 就觉得地震发生挺恐怖的 那这是其中一个 让我觉得挺吓人的地方 那第二个地方就是说 今天是2020年9月18号 是北美时间 那今天的确诊病例呢 大家就这样吧 给大家这么看一下吧 今天一天的确诊病例达到了45,333 然后要跟大家说的是 从9月14号开始 15 16 17 18 每一天确诊人数 病例重新开始往上爬 37,38,000到44,000 这按理说 如果按照不同时差的话 一天增加5万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说美国的疫情又没有控制住 我一直以为会低下去 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跟大家直接讲 我很担心 今天我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和大家担心的事情就是 我特别担心我的航班 我说祈求天 祈求地 不要再给我退掉了 这是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数字 往上涨的时候呢 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就我会有点坐立不安 就吃饭的时候我会集中不了精神 OK 这是航班 然后又是美国的疫情又开始重新爆涨 你看两件了吗 然后第三件 然后回到前两天 其实我那天做了一个视频 说完之后 我说我第二天要回归健身房了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网上查的一家健身房呢 是一直开门的 结果我错了 当我开车就是带着所有的装备 所有的衣服啊 有用眼镜都带了 我开到那边之后啊 一瞬间就傻眼了 我住这边还是没有开门 就是健身房还是没有开门 我当时瞬间我特别的失落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 我特别想做事情 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就是一种极其失落的感觉 那你看健身房也不开 美国疫情又开始回复的爆发性的增长 然后第三个就是又发生了地震 就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 我会觉得我隐隐约 机票会有点危险 但我不想不想想那一个 我现在还在 就像提前预约这个核酸检测等等 我还在按照这个事情来 做未来的工作 但我现在还是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疫情还是要赶紧控制下来 所以说挺担心的 但是呢前面这几件事情 还不如接下来这件事情 来得严重 那最近可能大家很多人也在听说 说在美国这边 可能微信呢和TikTok 就是抖音的海外版就要面临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很早之前多人说是用微信的话 在美国那边不允许做一些 比如说现金上的交易等等 比如说你用微信 不能去在这边买东西等等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其实蛮大的 但是最近一些天传出来的消息说 有可能就是在过明天或是后天 整个微信在美国就不让用了 那很多人在说这个 我觉得不让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夸张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 起码它会在海外版呢 这个比如说 网络商城啊 在线应用啊 它会下架 下架之后呢就说明这个版本 无法再更新了 微信和TikTok这两种东西呢 还是截然不同的 那微信的话 怎么讲 微信 我觉得更为重要一点 因为TikTok其实就是抖音的海外用户 我们可以用抖音嘛 是吧 他们用这个TikTok 没有关系 TikTok就是 更多是老外在用这个东西 那我们华人就不看无所谓 那我们看看这个国内的抖音版 我们这边还是能看的 所以对我们生活没有 说影响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微信 就像美国商务部讲的那些说 我们真的就不允许很多限制 甚至禁止使用微信 我觉得这个一旦出现的话 对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影响 是非常重的 尤其是对我来说影响太重 因为我现在跟国内的朋友聊天 甚至是跟所有的朋友聊天 除了这边呢 我用Instagram和Facebook等等吧 多数99%的都是用微信 所以说微信 微信对于我来说 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交流 有的时候也是一些 这个商业上的合作一些交流 就是说现在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 留个电话吧 我们已经没有这一说了 我们都在留个微信号吧 或者扫个码吧 什么之类的 微信其实已经成为了 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一个交流 最常的工具 甚至有的时候 是我们中国人跟海外一些人交流的工具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没有微信 我没有办法跟家里人交流 就起码说我家里人 如果说你让他不用微信 用其他的 我觉得挺难的 技术上就很难 所以说如果微信一旦禁用 或者禁止升级 或者说服务 有限制 对海外华人来说 真的是当头一棒 甚至是重创 真是重创 对腾讯来说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海外华人 无所谓了 海外华人其实蛮多的 而且微信的用户呢 不仅仅是全都是华人 还有一些国外的用户 像我有一些朋友 像那个Kiana 就是那个黑人 黑人的话 还有那个Lifa 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的样子 他们其实都用微信 我们很多人都在用微信 就老外也在用微信 所以微信一旦停止 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给大家先看一下 在美国这边 比如说用安卓的手机 还能不能搜索到这个微信 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 先点开这个 我们输入微信 在那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商城里面呢 此时此刻呢 还是有这个微信 就是在谷歌的这个 Play Store里面 Play Store里面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 有微信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TikTok 它下面写的是Enable 就是激活它 我点一下 点之后说升级 然后升级它 可以 就这个呢 我们是可以直接点开它 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按照这个时间点来说呢 就是很快就不能使用了 但是现在 起码还可以用了 所以说等一下 我录完视频之后呢 我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赶紧把我所有的设备 当中的微信啊 全部升级到最新版 TikTok 全部升级到最新版 我其实非常担心 这样的事情发生 尤其我们国家 跟美国这边 如果说 一些方面没有解决好 把这个沟通啊 把一些美好的东西 这样一禁用的话 我觉得影响生活蛮大的 我不敢想象 我现在无法想象说 真的是微信不能用 因为微信在 我现在来说 对我来说 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现在困在这边 唯一的交流工具 跟家里人 唯一的工具啊 它如果禁用的话 我就我会发疯 我觉得我觉得我受不了的 那如果有任何的计票 如果说有提前的 会立马买到 就是完全 无法再等下去了 你说在这边困这么长时间 忽然间跟家人失去消息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觉得如果美国 做出这样的事情 完全不考虑很多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 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这样是完全错误的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你看今天所有的事情 跟大家讲都是很负面的 都是很负面的 山火继续 蔓延 是吧 微信不让用 然后呢 又是 这个疫情加重 然后地震 是吧 等等等等 大家可能有些人 听了之后觉得 挺好的 挺好的 美国这样越糟越好 可是 我没有那种想法 因为 我可能会给更多人去想 因为我这边还 起码住着很多华人 那 如果我们国家跟美国 这个闹成这个样子 其实对谁好呢 其实对谁都不好 就是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 两败俱伤的我不知道 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但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是全球繁荣的 因为你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人说 因为某些因素 我跟你之间产生一些仇恨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人与人之间我觉得 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 我希望我见到每一个人 脸上洋溢的是笑容 他如果生气的话 他是因为他的生活琐事 而不是因为那些无形 我们无法去操控的东西 然后引起这种 种族之间的仇恨 引起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 不应该有的仇恨 这是我的想法 这是我简单的 拙劣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这就是以上发生的 然后今天呢 其实我跟朋友去吃了一个 这个大闸蟹 特别辣 辣了我整个 今天在直播之前 嘴都是肿的 然后呢 大概就这么多 明天呢 我会 真的让自己放松一天 那明天我什么都不干 就好好休息 出去跟朋友去吃一个饭 据说那个餐厅还不错 到时候希望也把这个 生活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疫情之下 一些不错的餐厅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了 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我是米奇沃克斯 感谢大家观看这部视频 我们再见 拜拜 今天呢 风瓜特别棒 然后看看比赛 然后呢 这边呢 吃一个海鲜 海鲜 要等25分钟 我们就先等着吧 so what we do now just walk around ặt一半 charging 我们 Baptist 14 checks 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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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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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you go first 你先 大家好 你好 Science 這是一種泥蝦